为了让学童在假日的时候也不无聊 华联市立图书馆八九月期间举办一系列活动 除了各式书展还有手作课程 这次还邀请到知名的魔术师黄信凯 近距离带领小朋友走进魔术世界 一贯重要求我今天就用嘴巴 把他的市长哏哏的牌找出来 但是嘴巴的难度比较高 所以请给我三次的机会 我要把市长哏哏的牌给找出来 跳脱思维框架 知名魔术师黄信凯发挥创意 让枯燥的过程也变得相当有趣 现场除了充满欢笑声 更是处处充满惊喜 你们进来的市长哏哏刚刚签的牌是什么吗 红星四你要不要打开来看一下 好脏哦我看就好了 红星四秒 超厉害的 我觉得那个普克牌从嘴里跑出来的那个超强 而且是已经折好在嘴里 然后是市长签的那一张 我觉得这个很酷 我不知道你记得那张牌是什么 但是我现在要把六张牌里面 把你的牌给挑出来 丢出来丢掉 你的牌已经不见了 魔术师站上舞台 看起来光线亮丽 但其实背后却藏着 许多不为人知的点滴故事 我曾经是第一位台湾人 受邀到联合国做魔术表演 但是呢 曾经风光的背后 我也曾经融后忧郁症 那我在我忧郁症那段期间呢 我选择没有自暴自弃 我到泰国北边金三角 去陪伴那些亚细亚的孤军 战争的孤儿 借我陪伴他们 我会找回我自己的人生自信 所以在我的生命中 让我学习到说 想要自己幸福 就是把幸福带给别人 透过两个小时的课程 小朋友先学现卖 有模有样的 当起小小魔术师 让放假不只是打发时间 还能在活动中学习 过得更充实 我想花蓮儿图 办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 一直从暑假头 一直到暑假尾 那不管是夏令营 或是昆虫 或是理财 或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课程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来报名 那尤其是今天的魔术 听说三个小时就报名 截止了 那未来也希望说 有更多的一个课程 欢迎大家一起来上 花蓮市立图书馆 在八九月期间 除了办理各式书展 更结合许多好玩有趣的手作课程 让每个周末都不无聊 也激发学童对学习的渴望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市立图书馆 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记者 徐丽晴 花蓮市报导